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旧课本的活动 他说有一个网站得到这个表 满朝满朝满朝停 学测到目前为止 学测到目前为止 如果给这个表 上面都是有满朝时间 也有干朝时间 所以上面写几点就是几点 但是一般老师出题的时候像这样 只有满朝时间 没有干朝时间 那怎么办 可是你当回解题会需要干朝 怎么办 加强 注意二 中间 中间就是干朝时间 就是干朝时间 还有少数题目什么都没写的 天这么黑风那么大 爸爸补鱼系为什么还不回家 加强新婚的证券 啥都没写的 背 背 潮西周期 12小时用 25分钟 潮西每天会延后 50分钟 用背 OK 上面什么都有 上面写一点就几点 上面只有满朝没有干朝 你需要干朝加起来 注意二 中间 啥都没有的 背 潮西周期 12小时25分钟 每天延后 50分钟 就用背 OK 好 来 有个这个表 第一个 上午九点钟 淡水海边是涨潮还是退潮 我刚跟你讲过了 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 画一个波浪图 这个是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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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九点给他点下去 九点给他点下去 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结果我做错了 我报答案 淡水10点26 22点32 所以 这个是10点26 这个是22点32 加起来除以后多少 10加22除以2是 16 26加32除以后29 大概30分左右 九人在哪里 九人在这里 所以在什么 涨潮 所以他是涨潮 所以他是涨潮 OK OK 好 要到红树林观察潮间带生物 要选上午11点或下午4点 跟他比照 他办理 停 什么时候适合观察潮间带生物 理论上的时间是 干潮前后一小时 理论上的好时间是 干潮前后一小时 水位推到最低 你可以看 OK 如果考鉴上没有这种答案 请你挑 最接近干潮 表示潮间带漏出最多 而且正在退潮 表示会越漏越多 给你看 什么时候是 观察潮间带的好时间 理论上的好时间是 干潮前后一小时 没有这个时间 请你挑 最接近干潮 而且正在落潮 OK 刚刚跟你讲了 那个话给你看过 对不对 满潮干潮大概四点半 大概下午四点半 所以何时去最好 上午十一点或下午四点 去世比较好的时光 一个人叫做 刚才是男生吗 所以他现在找女生是吗 十三 十三号 十三号大小姐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去淡水 在土表上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去淡水 是观察潮间带的好时光 下午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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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对 因为刚才给你看过了 刚才给你看过了 他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干潮 下午大概四点半嘛 对不对 所以前后一小时是三点半到五点半 三点半到五点半的时间 是一个好时光 OK 某这个题目要 这个题目我要注意 有的题目的要求是 只要 只要涨潮就 站在里 只要涨潮就好 有的题目要要求是要 刚开始涨潮 看题目怎么写 他说 余内会去河口密食 当天下午两点去 哪个地方最适合 所以你论上你要写五遍 你要写五遍 看这五个地方什么时候干潮 干潮过后就要涨潮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下午两点是谁的干潮已经过去了 谁的干潮已经过去了 然后呢已经过干了还是在涨潮 你不知道可以适合必食的时间 所以你等于这样做五次 刚才讲过这题目上有没有干潮 这题目上有没有干潮 没有怎么办 加起来 除以二 加起来除以二就干潮时间 然后看下午两点是超过了谁的干潮时光 那么就是所谓的站在涨潮 就是题目要求的 涨潮时 咬进河口密食 去那时候去调领会比较适合 去那时候调领会比较适合 哪里 哪里去 会比较合适的 都尾勒 哪个地方比较好 好 你要去做一下 你要把这五个地方的干潮都找到 你要把这五个地方的干潮都找到 好 然后呢看谁会比较适合 谁会比较适合 好 来 警车战戒问 现在要找男生对吗 是女生 有没有帅哥奶 有 26 26号帅哥奶 你的答案是哪里 还在算 找个可爱女生一起来 有没有没有没有可爱女生 没有没有 有一号 一号 一号 一号在哪里 还蛮近的很好 就镜头不用转了 来 你的答案 你选什么 高雄 你选高雄 你选高雄 好请坐 小林医生你选哪里 你选哪里 你选哪里 你也选高雄 好吧 你们都选高雄 答案叫做 有一些人会选到 有一些人会选到那个 台中 可是台中的问题 加起来 除了20加8 除了多少 14 47加13 60 2点半 台中2点半才干 才干草 所以2点有没有干草 没有 还在哪里 还在落潮中 所以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那个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所以 就这样子做 好 剩下还有两个 我直接报答案 把他讲完就好了 因为那没什么好算的 他要你算 那个两个间隔 满潮 要你算周期 要你算周期 然后问你说 这个周期有多少 是不是很相近 这个很无聊 我把你算好 我把你算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没有一个是12个小时 又25分钟 正常嘛 这叫做理论 也是非常粗略的理论值嘛 所以 实际上从而不一样 所以不重要 反正就12个小时多就对了 就12个多小时 他的潮期的周期 所以这也没有关系 你不潮也没关系 本来就是告诉你说 周期这么大 然后数字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 那还有一个是要问就是延后 延后 他有第一次跟第二次 对不对 他有今天第一次 今天第二次跟明天第一次 对不对 所以他会有个延后 他就问你说延后多久 延后多久 然后平均多少 我帮你算好了 没有一个是50分钟 没有一个是50分钟 所以你也不重要 你给我背50分钟 你给我背50分钟就好 万一真的有人这样子考 你就张他算 万一真的 因为我也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有人这样子考 万一的人 你就张他这么起 就怎么算要好 张他这么起来算 就多少 然后万一就是又背好 就是50分钟 背完就没事了 OK 好就这样子 所以这后面是两个题目 可是前面的几题 都是很常有人问的 什么时候去看潮天 在生物测比较好 什么时候去钓鱼 比较好 那时候有人去问 所以你要会判断 OK吗 OK 好 就这样